大家好 萝卜丸子孩子从小吃到大的传统做法好吃 又酥又脆,又吃又香 把煮好的萝卜清洗干净,擦成吃 锅里水开,加一勺食盐 放入萝卜丝炒压水 去除萝卜的辛辣苦涩味 炒好水的萝卜丝放到面板上,晾凉 先切成段,再剁得碎一些 剁好后放到盆里 加入适量的食盐,五香粉,少量的胡椒粉 多切野葱花,姜要剁碎 一块放入盆里 喜欢吃香菜的再加入香菜末 最后再打入两个鸡蛋 把所有的食材搅拌均匀 少量多次的加入一碗中筋面粉 面粉的量要根据萝卜的多少加入 面粉太多容易发黏 再加入八十克玉米面粉 加玉米面粉炸出来的丸子更酥脆 直到像这样能抓成团就行了 锅里倒油 下入筷子冒小泡 油温六成热的时候 用手的虎口挤出丸子下入锅里 定型后用筷子来回它搅动 使它受热均匀 炸着丸子的颜色微微发黄把它捞出来 开大火油温升高再复杂一次 复杂的时间不用太长 十几秒钟就可以了 炸至两面金黄 空下油就能出锅了 听着声音是不是就很酥脆 每年这个季节都会炸萝卜丸吃 又香又脆 喜欢的朋友可以试一试 谢谢大家的观看